各位关注环境的朋友 大家下午好 欢迎来到异正经营 我们下面进行金价的K线图解读 我们首先打开四条图 像周线日线这种就不用经常去分析 因为很明显可以看到了 在四条图里面它是一个横盘 也就是说四条图没有重大破位 重大变化的时候 大周期的变化不会出现特别明显的信号 所以就关注四条图 首先在四条图里面 我们今天引入了一些指标 那么看指标看什么 主要是看它有没有破位 可以看到了四条图里面是破位的均线 也就是说这一个均线连续下跌的压迫 是被改变了 改变就意味着这个位置是一个震荡 因为你想想你这个均线是下降趋势 对吗 下降趋势以后被突破 那说明这个下降趋势 对它的压迫没那么强 所以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筑底 那么为什么说是筑底呢 这里刚好走出了一个三角形的形态 三角形就是一个选择方向的信号 所以四条图最近你要重点关注 它往哪个方向突破 往上突破方向就出来 往下突破呢 方向也出来 那你说你这样又可以看涨 又可以看跌 不是等于没看吗 并不是的 有了这个画图 有了这个形态在心上 我们大概知道它要破什么价格 形成什么的条件 才能去做 破位呢 我们都是以收盘价为准 就是收盘价为破位才可以 根据我们K线行为学的 这个位置要走出一个空头的起点 也就是至少要破这个前方低点 而破这个前方低点 刚好又和三角形破位是相通的 收盘图里面呢 我们首先要关注一下 它的一个空间的问题 这一波是前期的高点 我们把它平移下来 看到没有 是不是刚好在一倍的位置啊 就是大家的空间在一倍的位置呢 就已经形成了一个支撑 为什么要做这样一倍的一个测算呢 很简单啊 因为空间的延续 它是按一定的力度去的 那正常情况就是1比1 所以呢 这个前方的低点啊 就是1909呢 是一个很大的支撑 而且也已经反映出 它对这个支撑呢 是有效的 因为市场在这里面 已经有反映了嘛 是吧 我们需要另外一个条件 那就这个多头啊 它反映的空间到底有多大 往上移 你看到没有 反弹的空间呢 是不是已经达到了50%以上 50%以上 那超过50%就说明这个反弹 它是有效的 有效的 因此当前这个十五分图 这个阶段是一个多空平衡 我们看看当前一个K线图的走势 从宏观再到微观啊 微观里面呢是决定我们的进场 以及我们的买卖 十五分图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当前的一个支撑位 有没有反应 有反应 上方呢 也走出了一个平台 从当前这个位置可以看到了 这个黄金呢 也是继续走这个三角形 所以当前是低吸高抛为主 但是说它是看涨还是看跌呢 根据刚才我们所讲的 这个空间的一个反弹呢 其实它的量 它的力度是够的 有了这个力度在 而且前方的低点呢 是在这个该有的位置啊 是准确的反弹 反弹的力度也够 所以这个位置呢 在我们看来啊 大概率会往上破 那么黄金呢 今天晚上的支撑阻力啊 分析如下 这个是黄金的四个价格 这个位置是1943附近 这个是1936 下方呢是在192223 而底部呢是在1915附近 最后呢 我们看一下黄金的日线图 日线图明显是在走一个包含关系 在这个位置呢 形成了一个成交的密集区 这个密集区啊 未来一旦破位将会有大行情 大行情 但这个密集区 我们认为盘整的时间会挺久的 应该会超过7天 7天 所以现在才5天 还有两天时间 才有可能突破这个日线图 虽然近期的行情波动啊 可以看到 波动应该不是特别的大 要低吸高抛 快进快出 控制仓位 好了 那么今天的分析呢 就到这里 记得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一期再见